美智庫內部報告分析 習近平在二十大後會走向何方 此版名夫表示 一國兩制被指鹿為馬 香港逐漸新疆化 丹東93歲老人求醫被拒 不堪受辱上吊 引爆全網露火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 我是黃蓉 下面是詳細內容 中共二十大將會如何影響中國局勢 是各國政府智庫關注的話題 9月2日 自媒體人《壹劍飄塵》 披露一份美國智庫克德遜研究所的內部報告 對習近平在二十大連任作出評估 並對中國未來的走向作出分析 《壹劍飄塵》並沒有公布這份報告的傳聞 只是讀了報告的中文翻譯版 他說這份是內部報告 作者是高級研究員Rebecca Henrich 他是通過內部渠道獲得這份報告的 據《壹劍飄塵》說 這份報告認為 習近平在幾個月後的二十大連任的可能性很大 如果說過去幾年 已經有人將習近平和毛澤東相提並論 這樣連任之後的習近平 將會正式成為新時代的毛澤東 這樣會讓他擁有說一不二的權力 從此之後 黨內不會再有任何挑戰他的力量 即使仍然有部分中共圍老 他們也不可能再像鄧小平時代那樣 對領導人說三道四 但是這樣並不會讓中國強大 這樣只會讓中國走回毛澤東時代計劃經濟的道路 因為只有這條路對獨裁者來說才是安全的道路 如果在政治和軍事上 習近平已經掌握所有 那麼他也不會讓出經濟的領導權 報告認為 習近平在二十大之後 會採取更極端的措施管控社會 非速擴張核武和軍備 連任後的習近平會將取代美國作為最大目標 這樣會令中美之間的對抗回到冷戰時代 這樣對美國不會構成危險 因為沒有強大的經濟結構 單靠核武器對世界和平構成不了威脅 報告還提到台灣問題 認為台灣更加是一個西方民主國家 而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它的存在就是對中共的挑戰 因此北京更想吞併台灣 但是在地緣政治 台灣對美國有重要的意義 而且一個經濟上衰落的中國 真的能通過武力佔領台灣嗎? 報告認為 這樣取決於俄羅斯在烏克蘭的命運 而我們已經看到烏克蘭戰爭的曙光 一段時間以來 觀察人士判斷中共正走向閉關鎖過 今年上半年 中國多省傳出電信公司 關閉國際電話和短訊功能 公民出過在海關被勸返等等事件 最近北約峰會正式通過了新的戰略概念 首次明確提出中共的野心和強制政策 正在挑戰我們的利益 安全和價值觀 中共和自由世界的裂行進一步加深 大紀元時事評論人士唐浩 在大約一年前就分析說 習近平正準備將中國一步步帶向封閉鎖國 以拖待變的局面 原因是北京誤判形勢 搞戰狼外交 但是就被國際社會反擊包圍 習近平意識到 這樣不但會動搖中共的政權 也會影響到自己連任 因此打算改用明太祖朱元璋的開國三策 即是高竹長 廣跡良 緩稱王 唐浩當時估計 習近平會等連任安穩之後 再根據國內和國際形勢 來決定會否解鎖 如果照一件飄塵披露的智庫報告來看 習近平在二十大連任之後 不僅不會解鎖 還可能進一步封鎖國門 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 7月1日出席了香港主權移交25週年慶典 並且監視新任特首李家超 和新政府主要官員宣誓就職 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昏局長 齒板明夫當日在面書發文指出 香港已經逐漸新疆化 齒板明夫在鐵文引述 習近平在宜交慶典上的談話指出 習近平說 25年來在祖國全力支援下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下 一國兩制的實踐 在香港取得舉世供應的成功 並且再三強調一國兩制 這些說話令人想起 指鹿為馬這個成語 齒板明夫提到 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 當年向香港人承諾的一國兩制 是給予高度自治 除了外交國防之外 中央政府不會干涉香港內政 當年的一國兩制是一匹馬 現在習近平拖出來的是一隻鹿 並且逼前後任特首林鄭月娥 李家超等人為他背書說鹿就是馬 令人覺得既可笑又可悲 齒板明夫提醒 國際社會認證的外交文件中英聯合聲明 白紙黑字寫下一國兩制 都可以這樣被中共顛倒黑白 這樣沒有任何自據的所謂九二共識 當然更可以任由中共隨意解釋 台灣人要提高警惕了 另外對於7月1日 港府刻意營造江武升平 組織市民輝母五星旗去迎接習近平的場景 齒板明夫表示 這令他想起以前到新疆烏魯木齊和黑十 採訪中共舉辦的活動時 看到那些表情僵硬 被動員的維吾爾人 大多數都是表情僵硬 眼神空洞 就像今天看到的 那些失去生氣的香港人一樣 他感嘆 今天的香港正在一步步變成新疆 為蒙塵的東方明珠默哀一分鐘 大陸遼寧丹東 自從今年3月中開始 就陸續封城超過90天 期間因為防疫導致的人道災難 不斷發生 近日 一名93歲的老人家 因為做手術後 要去醫院取藥 社區不僅不開證明 還詆毀老人家撒賴 並報警抓走老人 最終這個老人家 因為無法忍受羞辱 在社區門口吊頸自殺 據多名中國網友爆料說 丹東市鎮興區發源街道的 一名93歲老人家 因為小腸氣 做完手術後去醫院取藥 但是社區就不開出門證 說無法證明老人家有病 就不開證明 老人家無奈下 唯有解開褲子給他們看手術的刀口 或年紀大手腳沒那麼靈活 褲子脫掉了 結果社區指責老人殺賴 最後還報警 老人家被警察帶上手衣帶走 等在派出所回來時 面上帶有傷痕 在網絡流傳一段老人家 生前自拍的影片 老人家說 自己在警車被帶著手衣打 打到口罩都是血 牙都打掉 網上流傳的一張照 就疑似是帶手扣時試圖掙扎 老人家對手語了一大答 家屬要求看執法時的記錄錄影 想知道老人家到底是怎樣受傷的 結果警察就說 只是錄到老人家炒鬧時的畫面 錄不到怎樣受傷 事件在微博迅速傳播 天目新聞採訪證實 老人家在社區門口吊頸自殺 確有此事 而且警方已經接到報警 相關消息 引爆中國網民怒火 指責說 開個出門證還要嚴明正身 人家給你嚴明正身 你們就將人家逼死 有什麼深仇大恨 非要難為一個93歲的老人家? 丹東警察對對一個93歲的老人 要鎖手扣 厲害了 你們的武力能力 還不如一個93歲的老爺爺? 什麼大風大浪都見過 臨死前 沒想過死於病毒清零 還有網民質疑 一個93歲的老人家 怎樣殺賴 說句不好聽 就算是有心 這麼大年紀 還有病在身 他具備殺賴的條件嗎? 中國大陸多地疫情仍然持續 據大陸傳媒報導 7月1日 除了安徽新增34宗確診 101宗無症狀感染者外 江蘇無石 又發現109名核酸檢測陽性的人 因此多個地區 惑為中高風險區 當局發通告 要求社區居民 非必要不要離開無石 主動配合展開核酸檢測 當地居民反映 無石皮革城系重災區 大批防疫人員進駐 有些商鋪和附近的住戶 6,000多人全部被抓走 集中隔離 據報導 截至7月2日凌晨冷點 已經累計陽性感染密切接觸者 3,643人 次密切接觸者1,974人 都已經落實相關管控措施 有當地居民反映 無石已經實質封城 無社區或單位證明 誰都無法推出 但目前無社區或單位 敢開證明 無石突發中共病毒疫情 登上微波熱手 有網民表示 一年有幾次這樣的情況 整年又白做 苦的永遠是低層 當地居民也對突發疫情不知所措 對今後的生活也感到無望 美國神文國際藝術團 6月3日晚在台中市的第三場演出 震撼教育界精英 他們紛紛盛讚神文恢復傳統 做得超乎想像 神文演出系多個領域的高度完美展現 長期為台灣聲樂教學 作出貢獻的音樂系專任教授 同時亦是台中教育大學 人民學院院長的莊敏仁 當日看了神文演出後 對新唐人稱讚 神文動作設計和節奏的尾 曲調的尾 和和聲交織的尾 是一個非常高度的完美展現 莊敏仁表示 神文的訓練過程 以及這個團體的主族精神 令他非常感動 同時亦感佩神文藝術家 在多個領域的成就 他直言 要認識一個藝術的綜合體 就要來看神文 張敏仁說 他體會到神文在世界的影響力 因此他非常珍惜神文的美展演出 台灣首創全英語教授學校創辦人 陳碧華已經第五度欣賞神文演出 他讚嘆說 服裝色彩很豐富 很亮麗 很豪華 很吸引 同時 他也稱讚 神文恢復五千年正統文化 做得超乎想像 陳碧華表示 華人好像忽略了自己的文化 而神文是揮盡了很大的心血去做 傳遞一個信息 希望大家能夠真善忍 他覺得這是很不容易的 另外神文在台中一連五場的演出 也讓這些教育界精英大為讚賞 他們推薦更多人把握機會欣賞 在節目最後 和觀眾朋友分享兩則精選的三退聲明 名叫豐豐的朋友 27日在三退網站聲明說 本人今次親身經歷了上海封城 看到無數的次生災害 自小接受的教育 就是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做接班人 到頭來是一場偏谷 北京實在太苦了 一直不停被折磨 唐山打人事件 再次看到這個國度的腐難程度 已經難到落根 我今天退出中共黨組織 名叫趙江的朋友 28日聲明說 對於中國共產黨所做的事 其實我們老百姓心裡都很明白 只是出於不想出頭求過自保 但現在看來根本不能自保 現在明白了三退的意義 我本人堅決退出曾經加入過的團隊組織 不和這個惡黨為伍 只有拋棄它 遠離它才能夠有平安 如果還有朋友想了解 如何推出中共邪黨組織 請在谷歌搜索 全球退黨服務中心三退網址 希望更多被中共蒙蔽的中國人 能夠早日明白真相 退出它的組織 不要幫邪黨歷內對中國人所犯的罪惡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